全油管最快新闻 苹果终于开窍了 iPhone NFC管控松了一点 苹果终于开窍了 马上到了iOS 18.1 iPhone对于NFC的管控总算松了一点 第三方应用也能模拟实体卡 用户还可以选择把双击电源键换起的刷卡应用 从官方钱包换成第三方App Default用第三方App刷卡 但是所有的模拟实体卡行为还必须要经过安全芯片 苹果还承诺将投入大量资源 确保第三方App在模拟实体卡的时候 受到苹果专有硬件和软件技术的监管 也算是在开放的同时多一重保障 第三方应用开发者 想要用上模拟实体卡这个功能 还得先跟苹果签订安全协议 给苹果交钱 这个多少有点贪了 第三方能模拟的卡片 都是什么公司门禁卡呀 酒店房卡 学生证 这些又不是银行卡信用卡 不涉及金钱交易 也没啥赚钱的空间 果子这都要耗一笔 属实有点不厚道 有总比没有好吧 普通iPhone用户就算不能直接把门禁卡 复制到iPhone里 但可以等第三方NFC小工具 加上模拟实体卡的功能 再覆盖上你所在小区的门禁卡和踢控卡 实在等不及 也可以申请成为iOS应用开发者 自己写一个NFC刷卡软件 交点钱给果子 然后门禁 电梯想怎么刷就怎么刷 就是可能有点废头发 苹果的NFC限制很多 但是也有它做的好的地方 比如刷公交卡 果子的NFC不但适配的早 支持的城市也多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主要城市公交 它都能刷 能做到这一点的 放眼全球应该都没几家 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看看iOS18.1把NFC开放之后 全世界的开发者又能整出什么活来 苹果终于开窍了 iPhone NFC管控松了一点 这是一个好消息 第三方应用也能模拟实体卡 这样用户就可以更方便的使用NFC功能 苹果还承诺将投入大量资源 确保第三方APP在模拟实体卡的时候 受到苹果专有硬件和软件技术的监管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订阅新闻急速地 最先知晓天下事